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习游戏程序的一般的组件 如UI 粒子效果 碰撞检测等 四 学习相关的编程经验及技巧 及常用的编程手法等等 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需要使用的引擎的版本是Unity 5级以上 使用的UI是UGUI 适合学习我们本课程的同学需要有一定的自学能力 能够积极地解决自己司机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其实有了这一点 你不管学习什么 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第二呢 如果你对C C++ Cshop或Java或JavaScript其中之一有一定的基础 学习起来会更加轻松 大家是喜欢和热爱游戏的 给大家介绍一点学习的小窍门 边学边实践 看完视频之后 自己一定要敲一遍代码 实现一遍刚才老师实现的功能 加深印象和理解 同时也能及时的找出 自己其实在看视频的过程中忽略到了问题 第二 遇到问题 及时的百度或Google 我们都知道杜娘是最好的老师 如果你能翻墙Google那更好了 在搜索问题的过程之中 你会获得更多的知识点 学习到更多 第三 学习完后呢 自己设计一个小游戏自己练练手 第四 多阅读原码 从别人的代码之中 你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别人的开发方式啦 或说你从来都没有用过的一种 开发模式啦等等 五 耐心 兴趣 练习 掌握UDD3D 应该就不是什么问题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课程 接下来课程总的一个大纲 首先呢 我们将学习搭建 学习开始界面的UI搭建 及场景的切换 游戏角色的创建界面UI搭建 游戏角色创建逻辑 场景搭建及加入场景音效 角色动作及音效的编辑 角色动作控制 角色的移动 角色头顶名字的UI 相机跟随 技能UI搭建 无视技能特效 无视普通技能编写 无视司法技能编写 弓箭手技能特效 弓箭手普通技能编写 弓箭手司法技能编写 技能冷却 剑的移动和击中伤害 以及伤害范围 怪物动作及音效编辑 怪物动作的控制 生成怪物 怪物AI 伤害判定 角色血条 角色受到伤害 冒字 角色死亡的处理 及杀力的技术 结算界面UI的搭建 结算界面逻辑的编写 好 看完我们的课程大纲 让我们来开始我们的工程吧 首先新建我们的工程 把它放到桌面去 我们就叫SuperARPG吧 我们来打开我们的工程 把Unity的放大一点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开发界面模式 这样的一个布局比较方便我自己开发东西 这边是场景 你在里面进行编辑操作 这是游戏运行起来的场景 然后这边是你当前选中的一个东西 选中的一个部件的一个编辑 选中的一个游戏物体的编辑 这边是你的整个工程的目录 及一些目录的显示资源等等 然后你也可以采用别的一些编程方式 比如说这样一种布局 这种默认的一种布局 这是很多人采用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 这样选了之后需要把这个拉过来 然后我们来引入我们的资源 Unity引用的资源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直接拖拽 后来就是我将我叫引入的package 拖拽到set上面 然后放了之后就会引入进来 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Unity的选择 Import Package Custom Package 然后我们从我们的桌面 把我们的资源给引入进来 打开 然后Unity就开始引入 这会比较耗时一点 好我们资源引入完了 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资源目录文件夹 就是如果你的文件夹设置妥当了之后 你的整个工程的思路会更加的清晰 所以说整个文件夹的配置是比较重要的 首先这个是我们使用到的一些美术的资源 和声音资源 和声音资源模型资源等等都在这个Apps这个文件夹下面 然后我们做的一些profile 和会直接用到游戏中的一些东西 就会放到这个Resources下面 然后场景的文件夹 然后场景的文件夹 我们这有一个默认场景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体Unity 如果你要学习 首先你要知道你从哪能找到它相关的一些资料 Unity自身的资料是比较完备的 然后我们点开这个Help 然后点开这个Unity Menu 其实如果大家不惧怕看英文的话 整个Unity的这个手册就几乎囊括了所有你需要的一些知识点 然后如果有空的话 大家就经常翻阅一下 如果实在看不懂 就可以去查看有没有中文翻译的 如果是你在游戏编辑中用到了一些API 可能不太清楚的 你可以通过这里来搜索Unity的API 比如说我们搜索MonoBehaviour 这就显示UnityMonoBehaviour这个类 然后它的一些变量 它的公共的方法 然后静态的方法等等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来查查阅了 然后这就是整体Unity 然后其次我们会进行一些工程的一些设置 这里是切换平台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PC平台上面 如果你要把你的游戏发布到手机平台上 你需要点击iOS 然后点击这个Switch Platform 然后你的整个资源就会切换到iOS上面 安卓就是切换到安卓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